第四個月 新冠狀病毒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David 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是免費的 如果大家失散了請重新再訂閱 記得按下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你其他社交媒體的朋友知道 在這裏多謝大家 接著跟大家報導一下新型冠狀病毒的數字 確診的中數有9692人 死亡的中數有213宗 康復的人數有171人 香港確診的病例有12人 澳門有7人 台灣有9人 今天我想贊一贊一個政黨 這個政黨就是民建聯的李慧亭 雖然他們有時候做的事我並不太認同 但這次是不得不贊 他這次做的事是完全為了香港人著想 在李慧亭的FB裡面 他就有說到 我們得知懲教署需要導師和在囚人士 自願參與夜晚和凌晨加班 以24小時生產口罩 我們向政府建議民建聯 動員義工到懲教署全力支援生產口罩 24小時講工 希望可以加快增加本地供應 同時要求政府盡快統一分配口罩和其他防疫物品 以及即時將一些沒有迫切需要的口罩傳貨 向市民免費派發 我覺得他們的做法非常好 在這兩點裡 我覺得第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請一些義工隊生產口罩 他們做法是非常積極和正面的 好過某些人只懂得罷工 又說只懂得提供什麼不同的意見 但是口謂而實不至 表面上都好像為香港好 其實真真正正為香港好的人 就是利用行動去支持 特區政府現在的防疫措施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支持 我在這裡呼籲所有的香港市民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幫忙做義工 希望可以將口罩的供應回復正常 令到香港人人有口罩 這就是一件非常大的功德 香港需要多些像李慧琼這樣的人出來 那香港就真正有希望了 如果你只是用威脅的方式 希望政府做東做西 我想請問一下 那有什麼意義呢? 你們在做的事是不是真的為香港好呢? 所以在這裡我給李慧琼一個讚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一個叫香港人自發運動的 如果你手上有十個口罩 邀請你最少留下一個 在外出的時候送給露宿者 或者是清潔工人 還有其他有需要 但是沒有辦法得到口罩的人 感謝有你同心抗疫 這才是真正香港人的精神 不是自私自利 我不想有人用霸工或者威脅性的語氣 令到政府屈服 我覺得這樣做 對大家都是無好處的 因為我們香港人 一定要團結一致 做好自己的本分是最重要的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自己香港自己救 多謝大家 拜拜